7月7日 据港媒报道 赌王的灵堂已经开始进行布置 赌王的女儿何超莲宇 何超莹等人也先后出现 不过对于具体的进展 对方都没有进行回应 但是据报道 现场的花费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7日上午开始 灵堂门口就有很多工作人员聚集 还动用了大货车拉来许多灵堂用品 其中 赌王的棺木价格也被曝光 据悉已经选定一款价值800万港币的南木中式棺木 另外 赌王丧领上不收国金 之前香港媒体还爆料了一些摄影的细节 因为赌王深浅事业范围广 所以前来纪念的人也是政商界的名人 其中就不乏向李嘉诚 李兆基等名流 从目前的情况下 赌王全家上下都在为赌王的后事尽心尽力 而且各方之间相处也是非常和谐 并没有网传的各种不和